我國空手道代表團赴哈薩克 參加雅錦賽 出發前還在機場開心合影 沒有想到比賽完反國 整團有一半的人染疫 空手道隊在11月11號出發 核酸檢測全對陰性 15號參加雅錦賽 期間採檢都是陰性 24號抵達桃園機場 陸續檢出陽性 他就需要住在選手中 控制或旅館 從此會接觸到別的國家的選手跟踩判 包括旅館的接待人員 或者是大會的一些賽事人員 專家表示 看起來當地的疫情控管可能有問題 加上選手比賽近距離接觸 以及來回的班機 都有可能是感染源 飛離哈薩克同一班機 將近60人確診 其中又以泰國19個人最多 專家表示 搭飛機是最危險的場合 指揮中心表示 空手道代表隊總共22個人 24號從哈薩克返台 入境之後 首次採檢11個人確診 包含6男5女 9個人輕症 2個人無症狀 一個人打過一劑AZ 一個人打過一劑莫德納 其他人都打過兩劑疫苗 比賽來講它都是固定的 這個早就要預備了 打足疫苗以後再出去打兩劑以上 這樣才是合理的 主管機關應該還是要要求 指揮中心正在積極匡列相關的接觸者 包含班機的乘客 防疫計程車司機等等 一直認為打完疫苗一段時間 抗體會消退 現意出國可以再打追加劑 才能將染疫風險降到最低 記者謝宏如王一仲 台北報導 issippiından 開箭 消失 有 一個